自转号列车缓缓驶过前一天被土石覆盖的路段 台铁经过抢收在周日下午1点47分 总算抢通花莲重得到和人间的西正线 恢复双响通车 抢通前工程车先巡轨 经过试运转确认电力及耗制设备没问题后 才放行列车 但初期只开放用时速30公里慢速通过 确保行车安全 毕竟前一天的意外实在 太过惊险 车厢断电 列车紧铃声大坐 旅客只能摸黑走上轨道 踩着泥泞走出隧道 走过来 走在上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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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旅客扛着大包少包行李 拎着雨还得留一脚下 周六下午4点50分 台铁229次新自强号列车 从花莲北上准备要进新和人隧道时 却因为大清水稀暴涨 土石一流到轨道 导致列车通过时偏斜 第一车第四轴和第二车及第九车的三轴出轨 当时列车上满载525人 台铁紧急从花莲调来4033次区 一间车接驳将旅客送出 或者旅客受伤从隧道内被拖出的事故列车也伤很累累 外观破板刮痕及泥泥 至于新式列车的司机员则是首部骨折 心急轻松 OK 要玩到的 最痛的也不错 新建议长竹荣泰特地先往医院 探视顺利完成手术的司机员 并送上慰问经 期盼他能早日康复 明星新闻 前任来李泽民 教永博 SNG要组 花莲报道